市府教育局与淡江大学合作 透过行动化学车进偏乡的活动 让偏乡的孩子也可以接触到化学的资源 在今天行动化学车也开进了三支国校 而淡江大学的助教也准备了相当多的科学故事 以及化学实验用具以及实验流程 引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市府教育局与淡江大学合作 透过淡江大学的行动化学车进偏乡的活动方式 让偏乡的孩子虽然未在偏乡 还是可以接触到化学的资源 今天的行动化学车来到三支区的三支国校 透过有趣的化学实验与说故事 要让孩子们对于化学有更多的兴趣 不会再害怕化学 学校在做教学的时候 实验课是很早要进行的 那既然这么早进行的话 那做一些实验会让他们提升一些 对于理化这个科学又产生兴趣 藉由这个东西这个目的教学的意义 尤其偏乡会有很多是在工厂 工厂附近有很多偏乡小学校 那些学校的话 我们是更喜欢更希望去那边 当他们培养好这个科学的那个兴趣之后 未来如果他们可以从事科学的那个课程 喜欢上了 那以后就走这条路了 三支国校校长将象征 行动化学车的小车贴 贴在台湾地图上的三支位置 再由校长签上名字 行动化学车的体验活动宣告开始 而登江大学准备相当多的科学故事化学实验用具 以及实验流程变成魔术 引发孩子们的兴趣 很开心有行动化学车到我们三支国小进行一系列的科普的活动 包括早上的科普讲座 中午的化学魔术秀 以及下午第三场的就是分组实验闯关的部分 那今天是这个活动是我们新北市教育局所主办的 那跟淡江大学所合作办理一个非常有益的科学活动 希望透过这样行动化学车到学校办理这样科普活动 让小朋友对科学能够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颠覆孩子们听到化学就害怕无聊的观念 透过一整天的活动体验 孩子们从听化学故事到认识实验器具 玩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化学原理实验 再让孩子们成为小小魔术家体验化学实验的魔力与吸引力 藉此让学生从小就爱上化学 这只要评看三支采访报道